大家好,欢迎收看爵士神头,今天粉丝给我们发来一个视频,是一位反爬刀手的现场演示视频,看完我都懵逼了,大嘴巴的夸夸删自己啊,现在还没缓过神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 没有东西不是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测试,如果还在手术,我先看一下,谢谢,莫言生,您的手机不要忘了,是您手机吗?现在你相信我是一个爬手,我告诉你出门在外贵重品,希望不要放在外面的口袋,那得相当于是送给我的,之后来再次接下来,谢谢,先贵姓,也贵姓鱼,鱼先生,OK,鱼先生我想问一下,你外套里面有没有口袋,有,口袋里面有东西,有,是什么东西,钱包,钱包,OK,可以拉出来看一下,OK,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钱包,OK,这边有没有东西,有,是什么, 手机,手机,除了手机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这边口袋有没有,确定吗,确定没有,你确定有,两边的口袋有没有东西,两边没有,都没有,那接下来这样的麻烦你呢,我想问一下,你过来一点,我想问一下,你经常的习惯用手是右手,确定,确定是右手,接下来用你的右手去摸一下这个口袋,看一下钱包还在不在,对啊,钱包还在吗,确定,确定,确定,但是老师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你知道吗,以你右手最近的那个口袋,不是,不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有一部手机,手机不见的,你让手机去哪边, 我告诉你,手机去哪里,不在我这里,手机跑到你的这个地方,你看看,很神奇吧,对,很神奇,对不对,你现在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老师告诉你,我以前是想拿手,除了手机,看一下里面有别的东西,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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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除了用手机打电话,还会用手机做什么,手机,微信啊,微信,摇一摇,对不对,还会干什么,看时间,对,看时间,一定能看时间,除了用手机,还会用什么,手表呀,手表,是这块手表, 也,我的,这是你的手表,是你的手表,OK,你想要是错过了一些事情,不过这个不重要,来,你手表拿好,除了手表,手机,看一下里面有别的东西不见,都在,钱包还在,钱包还在,OK,你再仔细检查一下,都在,你不觉得你脖子上少了一点东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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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巾也是你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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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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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陈大哥 陈大哥我想问一下你做这个保安的工作做了多久 四五年 这四五年当中有遇到过扒手 有遇到过 还得过 但是你放心我是一个很诚实的扒手 因为我突然东西都会还几点 我们都知道这个扒手在偷东西之前会有一项工作叫做烫火 所谓烫火就是首先要确定你的口袋里面有哪些东西 那通常有两种方法 我告诉大家好了 第一种是肢体接触 比方说像这样的推 或者这样的碰撞 就感觉说你这个口袋里面只有个钱包 这个东西有个钱包 这是第一种方法比较直接 第二种方法更加直接了 通过肉眼的观察 比方说像你下面这种口袋 这种凸起的状态 我说是个口袋是有东西的 我看一下是什么面朝我们的记忆方法 是什么看一下 手机 这边口袋是不是也有东西 鼓的这么多是什么东西拿出来给你镜头看一下 实 实 这个一般扒手是不会偷 你放回去吧 很安全 你那个口袋 但是总之确定好口袋东西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在一个人多的地方下手 你知道为什么要挑人多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环境当中 人与人的交往是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 对不对 像这样你还感觉还蛮舒服的 对不对 这个也还蛮舒服 但是如果像这样靠近你 或者这样接近你 你是不是觉得非常不舒服 不舒服 当然除非你对我有特别的想法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不好这一口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们在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看好你的口袋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您的配合 工作非常繁忙 我知道这个保安工作很通道的 有时候平常可能 你不要抽烟吗 所以今天我这边特别提前 给你准备一包香烟要送给你 嗯 啊怎么了 是您的烟好 放回去吧 您的香烟 从您的香烟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手机要送给你 记得跟 啊 没有说脏话 记得跟家人房保持棉校 但现在这段年底啊 到过年的时候 这个回家去的人老婆 还是买点东西 记得 记得 记得报纸 我这个钱包要送你 啊 是你的钱包了 来放回去 自己放回去吧 放回到您了 可爱你自己放回去 放回去 自己放回去就可以了 最后再次温馨提示 最后面对爬手的时候 您要小心 你的口袋 谢谢你